花药师的父子情靠做菜连结传承 那么曾经屡居于美国的简敬慧和他的父亲之间 则是化成一杯杯的咖啡 一个个精致的西点串联起来 简敬慧继承了父亲所经营的咖啡老店 这儿走的是恶国风味 其日连总统蒋经国以及夫人蒋方良女士都常常是做上宾 浓浓的异国文艺风 让白先勇黄春明在这儿写出一本本文学巨作 其实简敬慧的儿子是一位自闭症患者 本来也就过得辛苦 不过他为了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儿子回到台湾来 就是为了要传承这一段属于台北人的记忆 又白又软一大盘 切成方格像在切豆腐 不过这可不比软绵绵的豆腐 桥不但不会破还非常Q弹 这看来新奇的玩意儿 其实是俄罗斯皇室风靡百年的俄罗斯软糖 这家道地的西点咖啡厅的确是俄国人开的 不过他把店开在台北 1949年18岁的建中生剪颈椎 一元纪会和六位俄国人成了忘年之交 大伙决定开间俄式西点咖啡厅一解相愁 果然来自俄国的蒋芳梁为之经验 政商名流蜂勇而至 像这位就是我爸爸的partner 我位中间一位是俄国人 那这位是蒋芳梁女士 他这是蒋金女士 那他们就是每个weekend都会来我们这边聚会 我小时候做生日都是猪脚面线啊 或者是鸿蛋啊 没有人用蛋糕来献身的 让我们是我配亲 已经就是第一个巧克力蛋糕 帮那个蒋总统做蒋中正总统 做这个生日蛋糕 八成的蛋糕 到他最后一九十的八十九岁 然而最让老板津津乐道的 却是当时坐在角落 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因为当年看来傻气的他们 竟是日后的一文借句过 周梦杰喜欢这个角落这个位置 他的爸爸林金森嘛 在如下 你不要叫他少爷 你叫他孝爷 他要有舞蹈 你跟他讲都没有用了 林怀鸣的舞蹈梦再次茁壮 诗人周梦杰在店门口摆书宝摊 白鲜勇 黄春鸣 三毛 杨三郎 熟不清的快炙人口作品 在这儿的咖啡箱中诞生 一杯的咖啡不是香气而已 而是文猪的转化 文猪的转化 转得很漂亮 俄罗斯咖啡香气独特 做法也很另类 可别以为这蛋壳是丢错地方 我蛋壳也不会通常 它主要是用蛋壳去吸入 它那个咖啡的苦涩 原来是俄国先人的智慧 精选的俄罗斯咖啡粉 去除苦味之后 更浓郁顺口 当年还被华尔街周报 评为亚洲最棒的咖啡 然而人文慧脆的咖啡厅 却在八零年代 股票热潮中变了调 把那个椅子坐着 也被这个股票族淡去了 淡去了 有时候可能脚给它 敲在周期上面 很不礼貌这样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没有意思 很多股票族 都看到这个股价 得价要跳楼株栓 跳楼栓栓要开这个 又开这个 被我们发现了 所以救人的命 要开这个株 我们就跟它拉出来这样子 那这样就打不开了 就怕酿出人命 无奈把咖啡厅收了 一收15年 几乎快被世人遗忘时 2003年一场火灾 又鼎燃了当年 英文界人世的回忆 三百多人联署请求 剪锦追 重新开张 麻烦没有半个小时收起来 没有时间在这里做整天 我也怕 怕这个 要开张的时候 也怕这个 像以前那个媒体 那个股票主流又来 最怕这样子 幸好没有 重新开幕需要好帮手 旅居美国的独生女 简进会决定回台湾 帮父亲完全恢复 昔日的老店风貌 非常挣扎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我回来是见 他们觉得我疯了 说我crazy 而且我回来是我们 家到中落的时候 我们这武昌街一段呢 是非常萧条 五点以后根本都没有客人 复古的老店 现在还看得到很多 像这样色彩鲜艳 充满童趣的画作 作者是简进会的儿子 李博弈 他是国际公认的天才画家 作品《衙明欧美》 在很多国家美术馆 都有展出 但他也是自闭症患者 他是18个月的时候 被诊断为 他有重度的自闭症 但是他 对 就是医生就是说 他一辈子不能够讲话 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 那也不能够学习 那时候时心情就像是 从天堂掉到地狱 比如像小 我的大儿子 他如果头痛 肚子痛 他可以告诉你说 妈妈我肚子痛 我头痛 但是他 他哭 他就是哭喊叫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妈妈我哪里痛 台上一分钟 是台下十年工 那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也是非常的辛苦 Leland十岁的时候 他被选为 就是杰出儿童 带他去厄罗书 他回来时就开始吧 他颜色配得很好 儿子是自闭症患者 一度让姐近慧非常灰心 毕竟好一阵子 都无法和儿子沟通 后来儿子接触绘画之后 逐渐打开新房 阿公捡紧追 对着一个外孙 非常疼惜 从小阿公阿嬷就是把他当作宝 然后没有把他跟哥哥有什么difference 就是哥哥有的他也有 不会像别人说 他不懂就不给 no 这是支持监警会最重要的力量 虽然现在街掌父亲的咖啡厅 又要照顾儿子蜡烛两头烧 但他无用无悔 因为他知道这间老咖啡厅 不只是一间老店 而是一段历史 一段属于台北人的共同记忆